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不管做什么事都会不自觉地想起她 就像小星在玩街龙游戏 不自觉地就想到那内子姐姐 那 那内子姐姐 而妮妮她们却说小星还太小了 而且对那内子姐姐的事也不了解 一直都是小星自己的一厢情愿 于是小星决定要更了解那内子姐姐 你却决定要更了解一点那内子姐姐的事了 回到家她就打电话给那内子姐姐 说能不能去她家玩 可是她有事就把小星给拒绝了 那内子姐姐 我还想借你 后来小星就来到那内子家门口 刚好看到那内子姐姐出来 还揉了下眼睛戴上墨镜 小星就跟上去 但是过马路的时候遇到红灯 小星被拦在路边 这时候遇到了去上音乐课的妮妮 于是小星把刚刚看到的事情都告诉了妮妮 还说那内子姐姐好像在哭 后来他们发现那内子姐姐不见了 妮妮说这可能是那内子姐姐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搞不好那内子姐姐是某个国家的女情报员 真累的 说到这就看到了那内子姐姐从洗衣店出来 小星冲上去骂店员 被妮妮给拉了出来 妮妮说这是个洗衣店 那内子只是拿衣服过来洗而已 后来他们继续跟着那内子姐姐 妮妮发现那内子姐姐在揉眼睛 然后打了个电话就戴上墨镜走了 而小星却在一边搭上大姐姐 妮妮把她拉出来之后 跟她说已经知道情况了 妮妮猜测了那子姐姐喜欢上一个有家庭的男人 然后昨晚哭了一整晚 现在应该打算去见那个男人 小星听到这人都吓傻了 然后妮妮说去练琴就走了 不行 小星不相信这是真的 然后就跑着去找那内子姐姐 看到她进了一家店 小星直接爬到窗前 然后就冲了进去 让你回家 让我来带你的飞飘吧 先等一下 男人说现在要帮那内子检查眼睛 小星看了四周才发现 这里是眼科诊所 原来这都是一场误会 是啊 有小星当我的飞翼彪 不是啦 她说要当我的保镖保护 对 不用担心她 妹妹你真的不要担心我 男人自己姐有我这个飞翼在保护 小心 吃个冰淇淋再回家吧 我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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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